一路青森,小梦帮倒忙 夏天到了,大家辛苦了 在空下这种蒸笼般的日子里 是不是会觉得五丁打产没有活力呢 不过今天我们一起要把活力找回来呀 我现在就来到了青森县的田子丁 为您介绍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 在这里到处都可以找到它的隐私呢 这种神秘的蔬菜呢,就是他大蒜 那这个大蒜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吃的高山大蒜的品种 那世界上食用的大蒜呢,有八成是我们中国生产的 而且在日本流通的大蒜中也有一半是进口自我们中国 不过今天的主角呢,不是这位呀 是他,等等,你看 这个好像一个怪物一样的巨人大蒜 那这个大蒜呢,是日本青森现产的 你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它叫雪白六瓣蒜 这边这个呢,是我们平时吃的高山大蒜品种 我已经为您给它剥开了 那您再往这边看 这个就是田子丁的雪白六瓣蒜 您看它这个蒜瓣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特别的沉,这是因为呀,这个雪白六瓣蒜它从中进去之后到收获呢,要经过十个月的时间 这期间还要经历非常严酷的寒冬 所以呢,这些小蒜瓣们长得又大又沉 而且您看它这个颜色呢,像雪一样的白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雪白六瓣蒜 我现在想尝一尝 嗯,这个大蒜意外的脆 而且它水瓣很足 您看,水瓣很足 这个大蒜的那个蒜香味也很浓 您知不知道 这个蒜香味里面的蒜素啊 对抗疲劳是有很好的功效的 啊,最近不知怎么了,我也觉得身体特别特别的皮 然后就没有惊人头 为了恢复我的体力呢 我决定要去吃用这个雪白六瓣蒜做成的美味料理了 跟我走吧 OK 如果说大蒜是宝的话 巨宝地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大蒜中心了 而且在这个中心里面呢 还有用雪白六瓣蒜做成的美味的料理哦 我一起去试吃一下吧 哇,这个菜单的那个东西大蒜做的料理 怪不得 哇,我要选哪一只呢 现在呢,我今天点的料理已经全部端上来了 您介绍一下吧 首先,这个是本店的招牌 大蒜拉面 它这边旁边的是大蒜咖喱 你看,这个就是大蒜呢 下面呢,是这个大蒜饺子 因为这个饺子的馅是大蒜做的 最后呢,是这个烤大蒜 这个汤里面居然都有大蒜的味道 这个大蒜的香味和葱的香味配起来非常棒 而且,这个酱是用肉和蒜蒜炒起来的 味道非常好 快吃着啊 太棒了 我原来以为这个咖哩的味道会把大蒜的味道盖住 其实完全没有 这两个味道都非常清晰 搭配在一起 您说,它吃的能没有劲吗 肯定有劲啊 我们看看这个馅儿啊 我们看看这个馅儿啊 饺子馅里面的蒜特别特别相比 那个蒜蒜里面的蒜虾味道浓很多很多 哇哦 哇哦 好吃的啊 嗯,这个最好吃了 这个大蒜是用那个黄油和那个芝士烤的 有一种气格的部分完全不像我们平时吃的大蒜了 吃饱啦 我吃饱啦 看 光光的吧 特别特别的好吃 我现在觉得身体充满力量啦 在这个大蒜中心里 我们可以买这个雪白溜白蒜 喝雪白溜白蒜制成的各种调料啊 或者是小点心 那我买的就是这个人气非常高的大蒜片 做法就像薯片一样 肯定非常好吃 那这样,然后这里面的阿姨还送我一个大蒜的冰淇淋 你吃过大蒜味的吗 嗯,果然是大蒜 果然是大蒜味的 很好吃 特别特别的味道 好吃 大蒜味淇淋 虽然炎热的虾妮还在继续 不过 有了菜 我一切疲惫的心情都随风而去了 打起精神来 这是我们田子丁最有名的 日本第一的大蒜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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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